他又要讲祭宋了 心地含之种 福与世皆谋 顿入花前里 福与果自成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地 我们的自信就好像地一样 所以像我们的可以有 我们的自信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心地里面 有很多成活的种子 所以这个法来好像是乙 那个法来给我们的时候 就好像下来乙 福与世皆谋 去发芽了 听到这个法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你自信里面 开发是你的佛的种子 你就开发出来的 顿入花前里 顿入的时候 在这个上那之间 你们就知道了 那个菩提果自成 你这样依照这个法去修行的时候 你必定能够挣果 这六十帮我们印证的 那其他的就要看各位了 所以你不要去怀疑它 你怀疑它的时候 你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 你的修行就要慢慢来了 其道清静也无相 其道清静也无相 就是我们的清静 节性的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佛道里面 它都清静了 它们并本来就没有相 就是这样的 如等圣物观尽及空其心 处心本尽无可其舍 因为我们怕 就是说我们人都住在一间 哦 我什么都不敢动 然后我说 那个念头都没有 我们有很多人说怕妄想 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练佛了 他练得稳定 我问他站在说 你修会说吗 是啊 但是我那个念头一直 妄想一直起来 不知道怎么办 那还有一个朋友说 你要怎么样才能去妄想啊 我在旁边都不敢讲 我们在修禅的打禅机的时候 就怕你 怕你什么都 还用我都空其心 在那边什么都没有 你一空了心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什么用修行 什么武道 对不对 那妄想 你怎么要把妄想去掉 妄想哪里有 妄想不是问题 妄想没有 妄想本来就会一直来 一直来 那你知道他 请你过去啊 叫他走 叫他走 他就走了 他也没有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自己把他 来来来 那些来来 我请你吃茶 把那个妄想请下来 叫他在心中里面抢抢棍 哎呀 我这个什么人对我不好 什么人怎么样 这些妄想都是你自己搞来的 来了就走了 那不要再把他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妄想来就让他来走 就让他走 不要怕 此心本尽 无可其舍 各自努力 随眼好气 耳食途中 做理而退 这个时候大家都做理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 附会门人员 五亿归新洲 如等 这个广多的地理我不熟 他那个 在那个地方 我都 国文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自己去看 那个到八月的时候 七月八日的时候 到七月八日 他说八月要走 七月八日 附会门人员 五亿归新洲 如等 四里周姬 大众哀留圣坚 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留家 留大使在那个地方 在国文是那个地方 他要归新洲的时候 大众哀留圣坚 四月 诗法痴现 有室内坂 有来有去 离也常然 无此行孩 归必有守 他说 所有佛都有室内坂 有来必有去 这道理很简单 我这个身体 归必有守 他要去哪里 他也归必有守 因为六子 自从离开了 他母亲以后 黄梅五祖那边 得法以后 得离一波 就好像逃乱世了 到自己跑了 根本也没有办法 回到去看他的母亲 每个人都要抢他 一波每人都要杀他 难得多了指示 还有人砍他的头 所以说 他还没有回过 这么年轻的时候 离开家乡的话 都没有回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往生的时候 应该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 仲英师从此去 早晚可回 所以说还要请六子 再回到那个国文寺 那师爷呢 夜漏归根 来一时无口 夜漏归根 掉下来了 回到那个根里面去的时候 我能够再来的时候 也没有口了 也讲不出话来了 他这一次再回到心中 如果只有再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讲了 来一时无口 再来的时候也没有口了 讲不出话来了 就是说夜漏归根 他往生以后要再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再 他的仪法都讲下来了 所以他也没有再什么好讲 又问那 又问那 就是蒙徒问的 法海问的怎么样 又问那 正法眼障传入何能 我们正法眼障不是 正法藏在眼睛里面 我们那个中文里面的误导 这个法文叫做正法眼障 名字叫正法眼障 不是我们的正法 就藏在眼睛里面 你不要被这个字眼睛 说有的藏在眼睛里面 所以偏偏往眼睛里面去找 不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一个名像 因为我们的那个中文的法文 称为正法眼障 就是由佛一直传下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正法眼障 传入何人 诗言有道者 有道者得了 无心者通 你要悟道的人 通得得了的话 你就得了法 谁都一样 他没有分彼此的 又问那 后莫有难 一定每个人都要杀六子 要抢他的一波 所以他又问 问说你后面还有难吗 师爷说 五妹后 他引起以后 五妹后 五六年 他说五六年 就是五六年之间 没有说一定的死 哪个天 那个六子讲说 五妹后 五六年 当有一人来起五手 又要来赶他的头了 听武祭焉 听武祭焉 他就又 所以六子好厉害 他说 人要走了 都知道 那个住车来 砍他的头 他也知道 现在走了 人家要砍他的头 大家都要砍他的头 这个六子真的是 他怎么讲呢 说头上养亲 头上养亲 口里虚参 以满之难 阳柳为宽 这个故事呢 有一个人 这个 张静满 这个满就是张静满 张静满他要 他要 要生活嘛 要生活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 有一个韩国的 和尚叫金大碑 金大碑呢 他拿钱给张静满 说请他 把那个六子的头砍回去 他要供养六子的头 像那个母亲一样 来供养六子 但是 这是幻法嘛 这是违法嘛 所以他 他拿那个钱 但是因为口里虚参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张静满呢 他要生活 那个金大碑 金大碑呢 要拿那个六子的头 回去供养 所以呢 那个张静满 就被买了 买了钱的时候呢 就来 来拿那个刀 要来砍那个六子的头 那有一天的时候呢 他来 在晚上的时候 叹叹叹叹 砍头 因为这个六子要走的时候 这个头 被那个 那个方便知道 他有这个剂岩 就把这个 铁皮把它薄起来了 所以来的时候 砍的时候 叹叹叹 他又砍不动了 第二次被砍头 也是叹叹叹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张静满 来砍这个头的时候 被抓到 抓到送官的时候 这个官 限官 杨坎伦 那个刺史呢 是柳吾田 杨坎 杨坎跟柳吾田 为官 这两个人在当官 所以杨柳为官 这个故事 你们去看 那个 可以有记赖 可以找得到 五七七十年 这个六子又讲了 你看这我那六子 什么都知道了 五七七十年 有二菩萨从东方来 一持家一在家 这个持家呢 就是马祖 这个在家呢 就是旁文祭祀 旁文祭祀好厉害 那个在家祭祀 悟到悟到这样 他全家 全家都悟到 他说 男男男恰是 十蛋芝麻 四上餐 那个旁婆说 白澡愁丧 子思义 他的那个女儿呢 林儿呢 林兆呢 说 不然也不义 即来即食 昆来明 修到有什么困难 肚子饿了就吃嘛 爱困就当了睡觉 那有什么难 后来 在那个旁文祭祀要走的时候呢 他说 叫他跟他的女儿讲说 你去看看 看太阳中午了没有 他说 林他女儿去去看喔 跟他抱抱 是中午了 不过那个太阳 好像有点瑕疵 他跟那个旁文祭祀跑出去看 他的女儿就坐 他在那个华座上就往生了 他回来说 哎呀 我抢我的位置呢 他又留了 七天 还有人儿求留了七天后再往生 你去看旁文的故事 那个马祖 马祖混搅不起 马祖悟道的过程 你们都知道了 我也讲过好几次了 同时心话 然后呢 这个禅宗很奇怪 每一个禅宗的祖师大德出来 都有一个在家基事 黄埔就突然毁修 黄埔就突然碰到毁修 然后我们的那个 我们近代的那个威杰老二上呢 就碰到那个成体安 就有人来捧他 所以传宗就是这样 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一个子之大德出来 都有一个在家基事来捧场 好几次都是这样 同时心话 见日武中 地气且然 昌龙华 华史 又问他 问他也说 就是说那个华海 又问他 从上佛子 印献以来 传授几代 安垂开世 师云古佛 印世以无事量 不可及也 今以七佛为始 这是 这些 我们把它带过就可以了 练一练 今以七佛为始 过去庄严节 批一婆师佛 师妻佛 还有批一 是佛佛 今贤节 是基流僧佛 吉纳 含莫尼佛 还有佳舍佛 还有释迦文佛 是为七佛 以上七佛 这些今以 释迦文佛为首传 就是说 然后呢 然后释迦射众传给 第一摩尔加舍尊者 第二是阿难尊者 第三是善纳和修真者 这些要 如果要讲这个传承 还有它的那个悟道的过程 我们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要去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第四呢 传给那个祭婆 幽婆基多真者 第五是提托加真者 第六是米泽加真者 第七是波西密多真者 第八是佛陀烂提真者 第九是福陀密多真者 第十是邪生者 十一是护纳摄真者 十二是马明大事 十三是加毙摩罗真者 十四龙士大事 十五是加纳提婆真者 十六是罗佛多真者 十七是甄杰难提真者 十八是杰野舍多真者 十九是救摩罗多真者 二十四是摄野多真者 二十一是婆修盘头真者 二十二是摩罗罗真者 二十二是赫热纳真者 二十四是狮子真者 二十五是婆舍斯多真者 二十六是卢密多真者 二十七是波罗多罗真者 二十八是菩提达摩真者 就是我们的那个东土的知子 二指 二十九神光二指 曾灿然后道信在弘刃大师 然后道道六指沛门大师 崇尚之子各有秉承 如等向后地带流传 乌领乖物 然后大师在先天二年的时候 鬼丑年的八夜赤山的时候 四年的十二也改为开源 那一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时候十二也改为开源 那个时候是唐宣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 以国恩寺灾坝 为之徒众耶 如等各一位作 无以辱别 六指要走开了 华海之言 华海怎么样讲 华海之言说 和尚留和教啊 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 诗言如等地听后代迷人 若是众生即是佛性 你看六指多指的 跟我们每个人众生都是佛 若是众生即是佛性 若不是众生 万劫灭火燃火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必定可以成功 我们毕竟可以成就佛道 但是你们如果好像说不想成就佛道 还要继续来做众生 那释迦牟尼佛来 再来也没有办法 所以 若不是众生 万劫灭火燃火 五金教如 四字心众生 六指又很区别地告诉我们 禅宗的法门 就是六指讲的最新词 四字心众生 见智心佛性 欲求见性 但是众生 只为众生迷火 灭是佛迷众生 这样讲 你们会听起来 考上会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 那个火 改成为你的节 你的节 你的节信 你能听 能看到 能感觉 那个节 那个节呢 就是火 那迷呢 迷就是什么 迷就是我们 不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起了妄想 我们生气 我们不高兴 我们环绕 那个叫做众生 那这个众生呢 就是我们的 为什么会起烦恼 会起不是不高兴 然后会有什么执着的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被外面的境界带走的 叫做众生 那你现在当下 好像说有人来 来打电话说 我是检察官 那你欠税 你要赶快来缴税 你要付多少钱 不然要把你报到 那你就紧张了嘛 这个时候就是迷嘛 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小圣说 他那个是假的啦 你不要听他那样讲 那你赶快醒过来 不是节了吗 这一节就是火 刚刚那个迷就是众生 没有另外还有一个火 还有众生 没有 自信作物 众生是否 如果你了解 你清楚 你知道了 外面的现象都是假的时候 自信作物 众生是否 自信作物 活是众生 自信平等 众生是否 你如果能够能够 这样的对待众生平等的时候 众生是否 自信如果狭显 活是众生 如等心作 显起 就是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的时候 即是活在众生中 一念品质 就是众生生活 你当下这一念 你放得下 想得开 吃得下饭 睡得着觉 就是活 还那么这么简单 还要到那里去求活 拜了半死 拜了半天 还见不到活 你的活 就是告诉我们 当下的 你放下的 不是就是众 就是活了吗 我心自有活 自活是真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有时候我们真的 有些人就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一定要拜外面的活的时候 他免得让他别活 让他拜他也不行 但是如果你如果自己悟的话 自己的活是真活 自若无佛心 何事求真活 如果你没有这个念头 要求活的心 你到哪里去求活 如等自心自火 更莫无语 你叫你不要武 外无异物 而能建立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建立的 这是本心生万法 心生其种种法 生心灭其种种法 所有的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好坏 对错 高不高兴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不想悟 你永远都是众生 你要悟的话 你接一句话就好了 心生种种法 生心灭种种法 五经流亦记忆如等别 名为自信 真活记 后代之人 是此记忆 见之本心 自成佛道 今天我把它讲完 没有多长 可能会耽误各位时间 我讲快一点 自信真人是真活 我们的自信真人是我们的佛 是真正的佛 邪见三堵是魔王 我们如果有产生的邪见 三堵就是贪嗔痴 这些就是魔 那邪米之时呢 就魔在色 如果你起了一个贪嗔痴 慢还有疑 什么东西都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魔在色 你请了一个魔王来到你家里治 正见之时呢 活在堂 你起了一个念头出来的话 你知道说 这些放下就没有什么好烦恼的时候 你那个活呢 就在你的心中了 那你就是佛了 不要再另外再找佛了 信中邪见三堵生 其是魔王来自色 如果你自己有起了那个邪见 还有三堵的 就是魔王来自色 正见之处 三堵心 魔变成佛 真无假 为什么又魔又变成佛 佛又魔 众生又佛 佛又众生 就是你当下这愿而已 没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简单的修行方法 应该你们都可以看得来 我只是再多练一练而已 你们都看得来 文字很简单 瓦生 爆生 即化生 三生 本来是一生 圆满爆生 瓦拉 千百亿化生 释迦摩 有青天化生 毕瓦拉 我都是你自己 若向心中能自见 即是成佛 菩提音 你如果能够在你自己来见到你自己 本来就有这个佛性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成佛的菩提音 本种化生 生尽性的尽性常在化生中 化生就是 千百亿化生释迦摩尼文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能够做什么 能够启用的话 都是由你的自信生出来 你的本性生出来万华 所以 所有的化生 都是你在你的自信中 能够生出来的 性子化生 行政道 你有自信才能够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 你能那个化生出你的自信出来的 当来言满尊无穷 遥信 这个应该组的遥信本是 尽信因 直隐 即是尽信因 信中各自理有意 见信撒那即是真 今生若一顿教门 夫妇自信见世真 你如果悟到的话 你就是见到的火 世界就是火嘛 你悟了就是你的火 若一修行你做火呢 如果你还要再 用什么方法去找来要买一个 要找一个火 用各种方式去修行 要找一个火 不知何是你求真 你不晓得要从哪里才找到真正的火 若能心中自见真 有真即是成佛 你的那个自信就是你的真正的自信 就是你的成佛的因缘 不见自信外离 你到外面去找火 到那里去找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 你要打禅气的话 那个 杨州高炳寺 一下子一百天 你们去努力看看 一个钟头 他打一 做一只像是一个钟头了 一个钟头 一个半钟头的样子 所以叫做高炳寺的香 金山寺的那个腿 金山腿 高炳的香都很长 一坐下来 一百天 你们去拼拼看 如果六祖这样讲 你们会的话 那就比较容易 顿教法门经已留 旧度是人息自修 报奴当来邪道者 不做此见大悠悠 所以修行悟道的人 走了以后 我不是说要做那个告别式 我们不是叫告别式 我们叫做赞颂会 一个人要走的话 就是 之后很专业 哪个孩子穿也会笑死人的 也会正法 但是自本心 见自本心 无动无境 无神无魅 我们的心境结性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真如不心怎么样呢 无动无境 无神无魅 无气无来 无是无非 无之无往 也无善也无恶 也无过也无境 所有的过境 动境生灭气来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自己起了一个烦恼心才有 那这样我们又简单 空如等心明 不惠武意 竟在诸如 在诸领 领虞见性 无魅后 以此修行 如武在日 若为武教 若为武教 众武在世 也无所 以不说祭义 这个祭送 这个最重要 耽误各位时间 大家要耐心的把它听完 其他就比较简单了 污物不修善 疼疼不着恶 祭祭断见吻 荡荡心无作 这是六指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 你们看到那个字 会很困难 我告诉你们 你要 中国的文字就这样 悟悟就对疼疼 那修善就对造恶 中国人都是用对的 极极就对荡荡 那见文就对无主 无卓 就这样 那悟悟不修善 悟了就处在那个地方里 当你放下 前程都放下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得定的时候 你已经住三昧的时候 你已经修行修道很好的时候 你又动了 这样不知道 对不对 什么样 那怎么样 你又自己起了一个 说要干什么的 要做什么的 所以你当你 能够放下 心静下来的时候 在修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很好 你不要再动一个什么念头 不是说叫你不要去救善事 中国的文字是这样了 你不要以为说叫做那个 叫做修善事 就是说你已经有悟道了 你已经静在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 你不要再动其他的念头 想要做这个 想要做那个 这个叫做悟悟不修善事 不是叫你不要做善事了 那疼疼 悟悟对疼疼 疼疼不着恶 当你取用的时候 在做事情的时候 在扫地啦 在这煮饭啦 还是要在做什么时候呢 你心里面就要取用的时候 就滚了这 热闹滚滚的时候呢 你记得不要犯错了 不要造恶不造恶 就是不要犯错 不是说 当然我们不能去做坏事 就是你不要 被这外面的这些事情 恼乱的时候呢 你被你不要被他带着走 就不要造恶 要不要 那个念头要让他 知道说 现在在忙的时候呢 你要随着这个念头呢 观照这个念头 不要让他 随便去往 不好的地方去 那急急断间吻的时候 当你 静下来的时候呢 外面的这些 眼耳鼻舌生意呢 这些所有的见解人家说好 说不好 说是说会说什么什么 你都把他放下 不要去管他 你再安然的 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积极就是安然 安静的时候呢 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就是 这些东西你就放下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荡荡心无助 荡荡就是说 我们这个心呢 放开来呢 整个西空宇宙呢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执着 可以执在那个地方的 就是要让 叫你荡然放下的意思 所以这几个字 各的解释都不同了 但是 如果你不是中文的人呢 他有这样的解释 也许解得很好 但是呢 万法回归自信 六主告诉我们是万法的回归自信 诗说记里呢 段座是山根呢 呼卫门人类呢 五行里 焉然鲜化呢 以时的遗香满是白讽死地 灵目变白 勤受哀鸣 十一月 所以他的衣钵有传到那个 他有入那个神坎 四年七月之坎的时候呢 地址方便呢 地址方便的时候 以香泥上支 把那个香泥 藏在他的那个六指的身上压 把他那个 蒙人欲起 欲练其所知之计呢 乃以铁叶七步呢 赴那个师的进入塔 所以这个六指 人家都赶到了头脑 福以塔呢 白光是现 赐上冲天 三日死上 韶官文座呢 奉赐立边 祭师到恨 时春秋呢 七十有六 六指是 在世的时候 七十有六 年二十四岁的时候 就传法 就到那五祖那边传法 三十九岁时候 智法 智法就是严顶 说法立身三十七在 施法者四十三人 当时六指的时候 再次有四十三人悟道 悟道操犯者 莫知其是 混在当下很多人的悟道 达摩所传信义呢 西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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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审部呢 七审部就是棉部啦 那个当时的那个 加沙士棉部 中中士摩纳宝州 宝波呢 及 方便呢 那个 受了师真相呢 并 道记呢 永正的 宝林道场 流传谈间 以显宗旨 新龙三宝 普利金生